然後插頭函數裡面找到也是一樣檢視參照裡面的V路克函數 往底下找V開頭的 OK按確定 其實它的這個參數都跟那個一樣 我先把這個定義名稱先定義好 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按那個在資料裡面 應該是在公式裡面 定義名稱按下去 這邊的話給它也叫銷量 不過剛剛已經有銷量了 那就銷量二好了 OK按一個確定 這個名稱自己定 自己看得懂的原則 你會發現好像 我之前也有去幫那個某金控的 看那個裡面的系統 然後發現那個資訊人員真的在亂寫 真是他們自己看得懂就好了 完全都是寫的真的很隨性 而且是一個還蠻大的一個金控裡面 內部的資訊系統 他們也是VBA的系統 寫得非常的隨性 所以他們很容易就是說 新的人來 然後接手沒多久 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大概一年不到就正網換一個 一年不到就換一個 因為為什麼 下一個來的話 它要解決問題呢 一樣嘛 反正前面看不懂 那就只要可以把東西變出來就好了 所以使用者剛開始都可以用 之後又不能用了 不能用之後 他會去找他 然後一直有問題 一直有問題 那個人他也沒辦法負荷 沒有負荷就怎樣 就走人了 就換一個人了 然後換一個人之後又走人 又走換一個人 換一個又走一個 所以這種系統其實就是很不穩定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 因為很多其實 資訊能力也搞不清楚 到底使用者要什麼 使用者也不知道到底 資訊能力可以給他什麼 所以兩邊其實都有問題 沒有一個很整合性的 所以像我的工作有時候就是幫忙做這種 怎麼樣幫忙 之中做一個協調工作 然後把一個本來不穩定的系統把它變成穩定的 本來很複雜的邏輯把它變成很簡單的邏輯 以後使用者就是做使用者的事情 設計者就做設計者的事情 其實就很簡單的 所以這樣的人就比較可以待得住 因為他再也不用說他隨時要解決 超過他能力範圍之內的問題